美国确定降息了 联准会议最终决议出炉 联准会这一次一次降息了两码 力道算是相当大 也显示联准会努力要实现经济的软着陆 而不过最近的各项经济数据都显示 美国现在正在接近联准会提出的通红2%目标 联准会在18日大幅降息两码 让基准利率来到4.75%至5% 让金融界专家纷纷叫好 联准会通常只在经济出现困顿的时间点 才会做出一次降息两码的大动作 除了疫情2020年间降息两码 上次有这么大的调整 已经是在2008金融海啸的期间了 这也显示联准会正极力避免 制造业和劳动业近期多月来所呈现的疲软 不会变成衰退 但鲍尔也在会后记者会上不断发出讯号 表示联准会有可能不会在短期之内继续降息 而在纽约拜访加密货币酒吧的川普被问到对降息看法时 表示这么大幅的降息显示经济状况很糟 或是这只是政治操作而已 华为先生发现知证会报道 现在转到印度 印度的三星电子工厂员工发动了罢工 要求要加薪 甚至还举行了示威游行 一百多人被警方拘留 但其实三星从2023年来 印度的价值市占率就已经输给苹果 三星在今年上半年的出货量虽然高 但是营收差距不断扩大 员工们拿着布条举手抗议 位于印度南部泰米尔纳杜邦的三星电子工厂 数百名员工在10日要求加薪而展开罢工 使得生产中断 他们甚至在16日试图举行非法示威游行 遭印度警方拘留 对此三星没有回应要求 但公司表示会与牢房协商尽早解决问题 不过三星需要解决的问题 恐怕还不止如此 三星在印度市场销售量虽然高于苹果 赚的钱却少很多 市场公司IDC最新数据显示 iPhone2024上半年出货量是480万只 营收为新台币1458亿元 尽管三星出货量几乎是苹果的两倍 达到980万只 营收却只有新台币1097亿元 事实上三星在印度的价值市占率 2023年就已经输了苹果 如今差距又进一步拉大 欢迎新闻许明星纵和报道 飞机制造大厂波音 因为劳资谈判破局有超过3万名的员工 在13号发动了大规模的罢工 最新波音公司宣布 为了保障资金准备在几天之内 启动无薪休假的措施 波音表示在美国的高阶主管 经理还有员工将被要求 每工作四周就要轮流休假一个礼拜 同时公司的高层也会在罢工期间相应的减薪 那目前政府官员是正在从中斡旋 要协助劳资双方达成协议 那先前波音提出了25%的加薪 工会却不满意也使得劳资谈判陷入了僵局 有分析就指出了 波音这次的大罢工呢 每天损失金额高达1亿美元 巴西的亚马逊河因为干旱严重 现在主要滋留的水位已经降到了历史新低 对此绿色和平组织就表示了 气候变迁的威力非常强大 恐怕在不远的未来就会发生更严重的灾害 那事实上去年在巴西的亚马逊地区 就因为湖水干涸 导致有大量的淡水海豚因此死亡 向下俯瞰一整片干涸的水虫已经成了沙堆 可能想象这里原来是亚马逊河主要支流之一 索利蒙河 这条河流水位已降到历史以来最低水准 事实上2023年亚马逊森林就已经遭受严重干旱 引发大火蔓延 甚至在去年10月距离亚马逊州首府 砍伐森林种植农作物 却不懂得展望未来 但不只是这个区域干旱严重 巴西首都巴西利亚今年以来 已经连续146天没有降雨 面临70年以来最严重的旱灾 关于新闻许明星纵和报导 到底这一批连续爆炸的BB库是谁制作的 也成了罗生门 金阿波罗喊冤说 仅是授权给匈牙利的BAC公司 设计跟制作都不是他们负责的 不过呢 BAC也说他们自己仅是中间人而已 从头到尾那个不是我的产品 不是我的产品我怎么生产 金阿波罗董作曲 清光18号亲自出面喊冤 强调黎巴嫩的呼叫器连环爆炸案 绝对没有关系 不过检方已经分案调查 跟传坏许清光 因为就连授权贴白的匈牙利BAC公司 也说自己只是中间人 谁是幕后元凶成了罗生门 风暴持续延烧 金阿波罗也被棋底资深媒体人黄阳明 找到13年前的报道 标题就是金阿波罗用退奖机扣住FBI的心 记录金阿波罗转型过程 当时选择不积极布局中国市场 而是转入高机敏领域呼叫器 更成为美国FBI指定的合作厂商 这当然是自己商业的考量 而且未必所有厂商都要前去设厂 所以这部分硬要把他没有去中国设厂 就要把这次事件连接起来 我想这是比较要审慎去形容的 金阿波罗的特殊背景也让整体事件传出阴谋论 金阿波罗是不是被美国措施以色列情报单位利用 尤其金阿波罗授权制造的BAC公司 同样也很神秘 他带领我很多东西嘛 有一天他说我也要做护家计 那我可不可以挂你的厂牌 那每一台给你里面的配 时机官有透露BAC当初坚持要自行设计制造 也要授权贴牌付款也都是透过中东公司 让整体案件更加神秘 事实真相恐怕只能等减调 插个血落使出 欢迎新闻章上的专门台北三不老 美国这次降息亏违了四年 而且一次就宣布要降两码 但随即就带动金价创新高 每盎司一度占上了两千多美元 至于台湾会不会跟着降呢 目前专家的态度保守 因为专家认为降息恐怕又要助长放假 今天 国家开放市会计划 决定了减少政策制度 并低了我们的政策率 美国联准会从二零二年三月以来 首度降息还一下子降息两码 受到各界瞩目 预防失业率上升的一个降息 但是确实这也没有说一定代表的就是景气衰退 现在一般市场上是认为 在接下来的三个月应该还会在降息两码左右 可是如果市场仍然持续的不稳定的话 那其实联准会还有央行在降息态度就会变得比较坚决 市场看着美国将持续降息 不过民众更关心的是台湾会不会跟进脚步 专家们给出的答案很保守 如果联准会两码以上再度加码 我觉得台湾会在上限是两码的情况之下 做维护的调整 但是降息的周期一定会开始出现 另一方面黄金的价格也随着美国降息水涨船高 旧外媒报道在美东时间18号下午2点 黄金交易纽约盘每盎司报价上涨0.8% 标志2590.13美元 而后又持续走升到2592.39美元的价位 升幅0.9% 刷新历史新高 当大家觉得很危险的时候 美元是最好的避险工具 但是因为今年11月有美国大选 所以美元相对来说是比较不那么保险的 所以很多避险的资金就会往黄金去走 联准会降息周期的开启 意味着利率将下降 美元开始走软 在经济衰退风险增加的情况下 市场预期在未来一年内将可能出现每盎司2800美元的价位 展开牺牲 新鲜白带鱼下锅油炸 金黄酥脆 让人看了食指大洞 但渔民恐怕要头痛了 中国突然宣布9月25号起 停止台湾34项农鱼产品 免征关税政策 话说的好无奈 白带鱼回忧在两岸之间 摊开数据来看 白带鱼历年产量约1万多公顿 产值2亿7824万元 外销中国占总产量约6到7成 中国这次取消了15项水果11项蔬菜 8项水产免关税 尤其世家刚恢复输中的柚子 还有2022年曾被禁止过的白带鱼影响最大 中国将要克征12%还有20的关税 预估要多支付超过107万美元 中国过去屡次以非关税贸易障碍 或者是用片面宣布的一个方式 来影响两岸的一个贸易 那我们在这边也呼吁两岸的一个贸易 应该尽速回到国际一个规范 在WTO的一个架构之下 只是中国企图已伤逼政 已经不是第一回 对此农业部表示损失有限影响可控 将会持续拓展高端市场 像是109年凤梨鲜果石输往欧洲 113年凤梨输往纽西兰 还有红肉火龙果输往日本 提升台湾农产品的海外知名度 面对中国一次次突袭 要突破关税壁垒 开发新兴市场 环宇新闻林围凯成艳凯黄轩轩 台北高雄采访报导 最近全台多所学校在Google Map搜寻页面上面的校民 就遭到有人恶意篡改 像是台南港民高中 就被改成了台南市私立港民监狱 那国立成功大学呢 更被改为了国立失败大学 虽然看起来哭嗽有趣 不过这样的行为警方也指出了 如果有学校提购 将会依法准本 天气晴朗 阳光洒在校园外城上 感觉朝气满满 要查询高中所在位置 打开Google Map搜寻 搜寻栏位写下港民高中 奇怪怎么跳出台南市私立港民监狱 换所学校搜看看 增文农工则变成了国立增文高级监狱看守所 难道Google坏掉了吗 原来是有人在Google地图上乱改学校名称 不过进一步查询 不止这两所学校被改名 像是台南明德国中 被改名为台南市立民美品德国民中学 台南安平国中 被改名为台南市立安平家酒养成国民中学 而著名的成功大学则被调侃成了国立失败大学 从某种角度来看 它可以变相地提高成大的关注度 不需要多解释 对不需要 真的烂的话 那就大家就觉得烂 二搞校民这个行为呢 其实已经涉及毁害民喻的行为了 那另外呢 还有人是把这样的错误当有趣 实在是没有办法接受 其实不止台南的校园被恶意改名 像是北市道江户家 被改为道江户家高级监狱 桃园平正高中 被改为平正高级汽车旅馆 彰化高级中学 被改为仁邀高级中学 埔里大成国中 也被改为豪大大大鸡排中学 台东大学更被改名为 台东山珠骑士训练所 警方强调任意篡改地标名称 可能会涉及妨碍名誉等罪嫌 警方借获提告将依法究责 好好的校民招恶意篡改 其实已经损害校园名誉 警方呼吁民众切勿以申士法 欢迎新闻成员为住家 送一只听台南报道 17号台东惊传 蝸牛小米粽 集体食物中毒的案件 导致三人不幸死亡 卫福部在食余检体当中 检出有机磷 托福松 这种农药含有剧毒 典型的中毒急性期 出现一些症状 例如瞳孔缩小 肌肉抽动 还有昏迷等等 通常短短5分钟左右 就会出现 它有一个很刺激的味道 戴上塑胶手套 用汤匙小心翼翼 挖起一勺 这橙褐色的农药 就是台东食物中毒案的 罪魁祸首 不寻常的讯号 那后续我们做了相关的检查 确认为有机磷托福松 这种药非常好用 但是它是非常剧毒 很少在种植中 或者是采收的时候 再使用 这个都是提前 就先把那些害虫 先消灭掉 使用两周后 作物才会达到安全采收期 可见毒性有多强 17号下午 台东金峰山吉林家族 吃了阿玛包的阿拜 也就是蝸牛小米粽 造成12人中毒 其中3人死亡 卫福部在食欲减体中 验出高浓度聚毒型农药 有机磷托福松 它常用在瓜果 根莖或是柑橘类等作物 防止献虫和害虫 目前只能使用利剂 不得喷洒 农民在购买时 也必须实名登陆 因为仅仅0.6到1公克 就可能致命 托福松 它是种有机磷沙虫剂 其实它闻起来就会有味道 有时候病人的话 它红红会缩小 而且有时候一来的话 就如眼泪如口水 大小变四季 如果量大化 很短时间内 就发生呼吸衰竭 抽搐 意识不清 会有死亡的风险 其实有机磷托福松 因为含有磷 有很重的化学味 食物上也曾出现 民众借此轻生 而这次食物中毒 究竟是意外 还是另有引擎 有待相关单位 厘清真相 环宇新闻综合报道 柯文哲声量暴跌 该如何挽回小草门的心 眼看立法院即将开议 民众党展开新一波攻势 关键八席立委 将在这个新会期 继续跟国民党合作 甚至扬言放话 要大砍总统府预算 对此民进党团 干事长吴思瑶表示 在野党因为柯文哲 单一司法案件 辖院报复 如果要删预算 必须有合理的理由 另一方面 民众党举办 宣讲挺柯文哲的活动 又在加码七场户外 开讲活动 24场客厅会 以及座谈会 全台遍地开花 今天是柯文哲主席 也是我们台北市的前市长 被收押 今天第14天了 这14天以来 请问一下 柯文哲犯罪了吗 立法院开议前 民众党大动作开记者会 不只立委 四席北市议员都来了 警官主席柯文哲还在压 民众党还是将火力 放在关键八席上 不只法案要蓝白合作 传出交通委员会招委 国民党有意礼让林国成 会不会礼让 那当然我们是尊重国民党嘛 随着柯文哲遭羁压 外界认为开议后 蓝白合作对抗执政党 势必更加紧密 民众党再度出招 要冻结总统府预算 人民的建设不删 人民的福祉不删 其他没有用的浪费工厂的 一粒删到底 当在野党磨刀霍霍 针对司法单一案件 要报复执政党 砍每一分预算前 要讲出你们合理的理由 还没开议就充满火药味 不过TVBS公布最新民调 柯文哲陷入金华城 容积争议 有四成五民众不相信 柯文哲是清白的 仅有两成四民众相信 比例相当悬殊 而民众党政党支持度 从赖清德就职演说时的 百分之十六 几乎砍半 只剩下百分之九 民调我们都会参考 但是有没有还要经过查评 民众党兵分二路 除了在立法院向赖政府宣战 地方组织则是继续进行 户外开奖 发起十一场全国宣奖活动 再加码七场户外开奖活动 24场客厅会与座谈会 全台遍地开花 请全党之力 就柯文哲一人 也要挽救刘师的支持度 还需的宋军 但却还在台北报道 肯定国旅因为收费高昂 多次都把民众当冤大头 引发关注 现在这股歪风也吹到了 桃园机场吗 最近有民众从桃园机场搭车 到高铁桃园站 原本说是按表计费 路途也没有绕路 但是16分钟的车程 竟然被司机收了1100元 疫情结束 全民风出国 入境台湾要离开桃园机场 不少民众会选择 搭计程车或是搭机节 不过有网友爆料 从桃园机场搭车到高铁桃园站 被司机收了1100元 网友日前在社群平台上发文表示 从桃园机场下飞机以后 本来想叫继承车前往桃园高铁站 结果一名男子过来拉客 表示跳表计费 结果16分钟的车程 竟得花上1100元 不过机场内签约的租赁车公司 清楚标示 机场到桃园高铁站 只要800元 排班计程车也明确写着 380到420元 而违法缆客的白排计程车 也跳出来说 收费不会这么高 也是跳表收费 那像这一次的 我们到高铁的话 大概380到420元左右 那我们每一台车都有它的轨迹 可以保障所有乘客的安全 常常我们喊 再怎么喊 高铁也挺多 喊到800元 违反南克 5000到2万 对此航空警察局表示 未来会加强巡视 也呼吁消费者睁大眼睛 别贪一时方便 最后成了冤大头 欢迎新闻 陈明燕 陈霞英 与子听桃园报导 先抢再说 如果您是果粉嘛 等了一整年 iPhone 16 9月20号要在台湾开卖 18号已经有果粉 守在电视公司的门口 要抢头箱 电信业者也抓准商机 推出iPhone 16 各种专案优惠 要抢占商机 iPhone 16 20号一早就要开卖 有粉丝18号就从台中冲上来 要排队 不只自备吐司 饿了就可以吃 太热还有电风扇可以吹 甚至累了都有帐篷可以休息 预计应该是排42个小时吧 我是果粉 我第一支智慧型手机也是苹果 4S 所以我也算是苹果原住民 吃饭的话 我是有准备一些干粮在这边 刚好碰上三台闪过台湾 台北下起轻捧大雨 不过果粉们对心机的期待 可以说是不畏风雨 无论如何 就是要第一时间拿到手机 你有想到今天洗脸来排 已经排第三个了吗 没想到前面实在是太厉害了 问一下 真的是认输没办法 然后看他们的设备 真的是有备而来 当然各大电信公司 也是瞄准果粉的心 纷纷祭出好康 上次台湾大哥大 推出申办1399以上支iPhone16专案 就能参加美系AI朝圣之旅的抽奖活动 在远传电信 前50名申办指定专案 就能多折3500元 而为了体恤排队太辛苦 中华电信提前于9月16号 开放民众抽签 参与20号首卖会活动 到场民众可以获得3000元购物金 iPhone4开始 然后每年都换薪金 每年都第一天就要拿到 最近都万年老二 因为最近他们竞争太强烈了 今年的话因为美系之旅 所以我们非常势在必得 一抢包箱就 iPhone有标准 我会买6 Pro 256 一年一度的苹果新机登场 国粉们强得开心 电信业者也趁机唠叨一波商机 欢迎新闻吴荣云 六百姚台北采访报道 黎巴嫩针阵阻挡成员的呼叫器 BBCO前天发生集体爆炸案 造成12人死亡 将近3000人受伤 如今队长机也发生了连环爆 目前队长机的爆架事件 死伤人数已经攀升到 20死450人受伤了 不过根据针对队长机的分析 黎巴嫩的通讯部就表示了 这个队长机的型号是ICV82 是已经停产的日本制造的队长机 而制造的公司是艾可牧 不过这个队长机并非有任何的代理商提供的 也没有获得正式的许可 没有经过安全部门的审查 不过对此艾可牧并未回应 但公司的网站则是说ICV82已经停产了 目前市面上流通的几乎所有型号都是仿冒品 只如今两起爆炸意外已经造成数十人死亡 而CNN也指出了已经掌握以色列军队跟情报组织 正式呼叫器爆炸的幕后黑手 但目前以色列官方没有任何的公开回应相关的指控 包括18号的队长机机体爆炸事件 只是我们继续来追查这个呼叫器了 因为上面有台湾厂商金阿波罗的品牌商标 台湾公司疑似卷入了爆炸案 引发了国际媒体的高度关注 而金阿波罗昨天就指出了 这一款呼叫器是跟匈牙利合作伙伴BAC设计的 制造跟销售 金阿波罗只是授权使用商标 两度出面澄清 百分之百都是绝非在台湾制造的 不过媒体人黄王明就指出了 金阿波罗在中国完全没有生产链的原因 其实是被美国官方要求在军情领域有合作 只是这一件欧洲的经销商BAC 仔细是看他的公司官网了 似乎有写到正推动销售亚洲电信的设备 网站店除了销售产品包括太阳能的发电装置 水过滤系统以及去中心化的离网卫星电话 不过昨天晚间他们正式的否认有制造呼叫器 强调确实跟金阿波罗公司是合作关系 但没有生产呼叫器 他们只是中间人 那究竟这个呼叫器是从何而来呢 似乎也变成了罗生门了 但是金融时报也根据达湾官员跟产业专家的说法 说他们认为其实现在这个装置 即便是在欧洲或者是中东地区组装 往往也必须要来自台湾跟中国公司 取得大多数的零组件 报道也指出了 这图选科技供应链的复杂性 这类供应链可以牵扯数以万计的台湾公司 而且常常是小型企业 这些企业多由创办人亲自营运 他们或许有丰富的经营中国跟越南工厂的经验 但是对于跨国的安全议题跟出口管制的规则 知道了就比较少一点点了 而NCC也强调了 单纯具有接收功能的呼叫器 并非电信管制的射频器材 所以在台湾不需经过刑事的认证 但这起爆炸案 就连伊朗驻黎巴嫩的大师亚曼尼也受伤了 因此伊朗的外交部也是谴责以色列的 说爆炸案是恐怖主义行动 是一种大规模的屠杀 违反了国际的人道法 他们认为这再次的证明犹太的复国主义政权 除了对巴勒斯坦人民犯下战争罪跟种族灭绝之外 也把区域跟国际跟安全具严重的危险之中 而伊朗政府也承诺会持续的帮助黎巴嫩 红星月会也已经派遣了医疗代表团 前往首都协助救援 另外来自伊拉克的一批医疗物资业已经送达贝鲁特的国际机场了 不过如今真主党指控以色列犯案 以色列则为正面否认跟承认 如今国际间也将持续的追查 注尽背后的原因 民众党主席柯文哲因为金华城案遭到积压 来了两个礼拜了 昨天他第三度被提讯 不过历经六个小时的讯问 同时检察官也为了离清金华城研议跟审议的过程 也分笔证人的身份传唤了北市前都市计划委员 黄台生跟冯正明说明 迅后均是请回的 不过冯正明就说了 曾经在专案小组的会议上表达了 奖励容积率无法援依据等等的疑虑 不过现在真的一点重重了 北市英约洪建议今天早上也再赛出了 前兵议局长朱雅虎的亲笔信 更说有市长事的变迁 问柯文哲难道不知情吗 更再度点名蔡壁如出来面对三问蔡壁如 你真的不知道吗 难道你不是蔡姐吗 如今柯文哲的声量似乎也受到了影响了 尽管民众党大力的声援 但是相关硬体的网路声量 仍然是持续的走地 马上带您来看到了 从当日的总声量突破20万则 到本周大概是落在2.8万则左右 跌幅是相当的惊人的 而且至于好感度 民众党似乎是招数用尽了 但柯文哲的好感度依然维持在0.6以下 显示现在网路渔情的看法似乎已经定型了 无法有所突破 值得注意的是 在近日热门话题当中 民众党似乎连渔情走向的发球权都被抢走了 议题持续被绿营的爆料主导 或者围绕在花边新闻上面 声似毫无起色 TPOC就认为了 民众党恐怕得尽快调整论述的基调 而且更有效的方式赢得认同 否则对未来政党的发展 甚至磕为着个人的政治前途 似乎是没什么帮助的 而如今的北市议员简舒培就质疑了 柯市府2022年10月18号 核发金华城的建筑执照 但却在核发建筑后的 同年11月6号才签订协议 执疑是先上车再补票 对此只有金华城的顶月开发 就售出了当时的北市府的公文 强调相关说法与事实不符 北市府2021年11月1号 公告细部计划之后 公司就依据细部计划的要求 跟台北市政府共同研议跟拟定 双方多次开会言商 顶月开发在2020年8月间 才提出修正后的协议书 给北市府契约尚未压日期 等到北市府会办各局书复审之后 双方才完成了协议填日期 但是许淑华就直言了 这个协议书只是要粉饰太平用 就是要对外讲说 我给你荣基20% 我有负责监督到你 所以写了一个协议书 但他认为这根本是一个 丧权辱国的割地条款 而如今台北市都发局也重申了 他说协议书的封面日期都是物质的 而且签订协议书是为了确保 和给荣基奖励之后 申请人履行了相对的责任义务 才签订的荣奖的额度 并非是依据协议书而来 不过如今随着越来越多的市政 跟关键人出现 又有平原媒体报导说 柯文哲的政治现金 个人捐款多达146000多笔 其中137000多是现金捐赠 协议书前三个月的现金收入了超过9万笔 累计将近2亿元 简链持续悬查 有没有特定企业跟金主 以人头隐匿来捐款了 资议民众脑发言人昨天吴怡轩说了 相关报导都是杜撰写小说 甚至把小额捐款物质为现金 实在是荒谬至极 但现在侦办进度也成为大家的焦点了 资讯民众人陈辉文就提到 今年的图利罪定罪率很高 强调台北地监署已经将最精华的 监察官都撤了出去了 都撒出去了 认为柯文哲逃得掉吗 前立委郭正亮也认为了 北姐一定要想办法 在积压了两个月内的时间内要贞结 不然在差不多对家金流的情况下 一旦申请延压柯文哲 恐怕会形成一场政治风暴 如今随着两个月的时间越来越接近 柯文哲跟民众岛的下一步究竟会如何 大家也都非常的放大见识 海洞进方箱冰冒跟立出部落 传出了机体的食物中毒的意外 已经有12个人送医 3人死亡 不过现在初步怀疑是蝸牛小米粽酿酿货的 不过今天早上呢 目前在家货病房的6位民众 状况有比昨天更稳定一些些了 但是呢家属也呼吁外界对中毒的原因不要臆测 等待官方的调查结果 因为呢其实有不少的部落民众都担心会污名化 他们原住民的传统美食 就是小米粽还有蝸牛了 不过目前呢 其实台东县卫生区采检了7位受害者的血液跟尿液 检体23件送了疾病管制署 比照了保龄案送台大跟北荣进行检验 不过呢北荣的毒物部主任杨正昌 他就说了血液的检体会先就三种的毒化物进行厘清 其中呢氢化物的检验最快今天就可以有结果 不过沙瓜牛的聚全 则有等待标准品供入跟确认检验的方法 可能要等到下一周才会有结果了 但杨正昌也坦言了 目前怀疑的几项毒物确实不会因为烹煮被破坏 但中毒死亡率并没有那么高 不完全的那么合常理 目前呢台北荣总都在集思广义 针对符合食品中毒 而且两三个小时就会发作的物质来进行检验了 不过还原整起的案件 当时呢部落一名83岁的流姓老夫人自制了小米粽 并在内线包入了 蝸牛猪肉竹笋跟小米粉 但是17号当天他自己食用之后就出现了身体不适 虽然紧急叫救护车送一旦 还没有到院前就已经失去了呼吸心跳 随后宣告不治身亡 部落的亲友智桑守灵的时候又出了刘父生前自制的 蝸牛扫米粽 还煮了蝸牛汤芋头梗跟泡面 随后呢不久就有蛮多人陆续出现身体不适的状况送一额 而这是否就是当年金蓝惨案的翻版呢 感染科权规黄高斌就说了 本案呢跟寄生虫是没有关联的 他认为呢因为广东注血献虫有潜伏期 吃进去人体内中间大概要大约两到三周才会发病 宣告毕竟也分析了 个案发病太快太急 推测呢是有其他有毒植物混入遭食用的可能性更高了一点点 不过呢毒物专家洪东荣也指出了 问题应该出在生烟猪肉 他认为呢生猪肉所会引发的肉毒感菌中毒 因为这道原住民特有的料理 过去就曾经发生过类似的肉毒感菌的中毒案件 不过目前曾经帮忙检验鲍林查氏案的台大法医研究所长翁德怡就说了 台东这起三死的案件 目前依然没有明确的检验方向 恐怕会比保龄查氏还要更难查一点点 而长庚医院的毒物科医师严宗海则推测了 治病的原因可能跟含有天然神经毒素的曼陀罗液有关 因为小米粽会使用到曼陀罗液 食用会引发抽搐还有休克等等的症状 而知名的法医高大臣也认为了 问题应该不是蝸牛 因为蝸牛身上有大量的寄生虫 长期食用才有可能被寄生虫影响 单纯吃蝸牛并不会让人立即死亡 除非蝸牛身上的特定物质跟野菜类交互作用之后 产生了氢酸钾等等的化学物质 或是吃到过期的罐头食物 导致肉毒感菌中毒引起呼吸筛解死亡 如今卫生局也加紧了脚步 要厘清真正的中毒的关键原因 12.5R马上带你关心了 黎巴嫩建政党17号传出成员的呼叫器 同时间集体爆炸 造成了12人死亡超过3000人受伤 如今队长机也连环爆炸 造成20人死亡超过450人受伤 友谊时报就分析了 尽管双向的队长机 没有上一波的呼叫器攻击范围广泛 但是队长机的重量几乎是呼叫器的三倍了 而且引发更多的大型火灾 川普说了队长机内部可能还有更多的炸药 造成了至少71户的民宅跟商店发生火灾 以及至少18辆的汽车跟摩托车起火 而这个队长机其实是由日本制造公司爱可慕生产的 情号是ICV82 已经停产了 但是目前尚不清楚真主党从哪里购买到这些队长机的 但是其实早在2022年 真主党就有被拍到正在使用爱可慕的设备 不过爆炸后外媒报导 该款的呼叫器的制造商金阿波罗 竟是台湾的公司 对此金阿波罗昨天良度的发表了声明切割 强调商标有授权欧洲的BAC公司 不过金阿波罗跟该产品设计生产都没有关系 董事长许清光更是一度说要喊告 不过今天许清光也以证人的身份 前往调查局的国安站协助调查 进一步来厘清公司的状况 但是呼叫器遭到止入少量的炸药引爆 被传扯由台湾的厂商制造 国防部今天也特别强调了 事件的真相为何 各方都还在厘清当中 只是对于是否有国内厂商涉及 他们是没有评论的 如今究竟金阿波罗是什么公司 媒体人黄又明也指出了 金阿波罗在中国完全没有生产链 因为后来合作了美国的官方需求 包括了军情的领域 因为美国的官方的呼叫器需求领域为军情 跟锦销医护等领域其中一项的产品要件 就是不能在中国大陆生产或是代工 黄敏也分析了金阿波罗选择人少的路来走 因为不公标准的化产品 不像许多的同意也纷纷都到中国设厂 后来遇到产能过剩或是违款收不回来等等的问题 金阿波罗选择留在台湾与代工厂来合作 但如今出了事情 国防部长顾丽雄被问到了 爆炸攻击前台湾是否有事先被通报告知 是否跟以色列有情报的交换关系 不过对此顾丽雄则是极力的前提说绝对没有 目前已经有国安单位在调查 但是呼叫器如今也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了 国防部的智库学者苏芷云他也指出了 呼叫器在国外依然有特殊单位在使用 不过情报单位、医院跟敏感的组织 原因就是因为呼叫器的特性跟收音机相同 它都是单向接收 又不会发出讯号可以躲避定位的侦测 而且频段跟大哥大相同 具有长距离传输的特性 收续能力也比较好 可以让相关的组织轻易的架设发射件 并传送内部的讯息 而苏芷云也提到了 要在呼叫器当中植入炸药的话 首先要渗透敌方取得采购清单等等的资讯 再从介入的物流面或供应链来改装呼叫器 也是需要一道功夫的 不过如今到底呼叫器跟台湾公司有没有关系 国安跟国防团队也在加紧脚步调查当中 以上就是这一节的推播资讯 刚才没有完 马上帮你关心了 虽然现在整体的美国已经宣布说要开始降息了 但是我们也带您来看到今天 美国联准会调降利率不到24小时 台湾央行也将召开第三季的理监事会 决定利率政策跟房市的管制方向 不过数字店价4月涨价之后的通膨效益依然还在 加上房价涨势难易 央行都有无法跟进降息的现实压力了 应该会形成台美不同调的状况 只是今天的股市大家都很关注 虽然美国股市收黑 但是台股在台积电领军反攻之下 依然有不错的表现 今天加权指数开低走高 中场大涨364点来到了22042.69点 涨幅来到了1.68% 成交量是3277.09亿元 事实上台股昨天就起始开低走低了 盘中一度重挫了超过200点 但五盘过后买盘挺进 跌点是逐步的收敛 最后一盘更在多到大单狂交台积电 联巴科 富邦金 国泰金等等的全职股之下 指数是瞬间拉升42点 而最后一盘的买盘 就近来自何方也引发了市场热议了 只是随着联准会主席鲍尔宣布脏息两码 而且基准的利率调降50个基点 来到了4.75%到5之间 这也是2020年3月以来的首次脏息 之后他还加码了透过点状图 预估年底会二度脏息两码 到2025年会再脏息四码 2026年会再脏息两码 国际金价也硬升大涨了 黄金交易在纽约盘每盎司报价 就上涨了0.8% 飙到了2590.13美元 随后持续走升到2592.39美元的价位 升幅来到了0.9% 刷新了历史的新高记录 而日经的平均走势 今天也是开高走高的 以上涨578.76点 或1.6%的36958.93点开出 韩国股市的变动不大 综合股价指数开盘上涨了19.26点 或是0.75% 来到了2594.67点 只是联准会脏息也引发了投资人对于美国经济状况的担忧了 国际油价周三下跌 纽约西德州的中级原油10月的交割价下跌了28美分 收在每桶70.91美元 不然特原油11月交割价下跌5美分 收在每桶73.65美元 联准会脏息两码幅度超出了许多人的预期 引发了一些人担忧联准会可能看到就业市场放缓 脏息通常会促进经济活动跟能源需求 但劳动力市场的疲软可能导致经济放缓了 不过对台湾究竟会有什么影响呢 三三会的理事长林伯峰就主张了脏息来吸引外资 认为各国利率在降低台湾应该跟国际接轨 除了要鼓励国内的企业继续投资之外 也可以吸引外资的企业 但是金融圈认为联准会之所以会脏息 主要考量是通膨降温经济爆缓 但台湾通膨才正要高起来 国内的物价已经连续四个月 冲破2%的通膨警戒线 8月的CPI年增率也来到2.36% 仅较7月少幅的回落 这还是台风影响 蔬果价格没有想象中大的情况 通膨没到可以无视的地步 只是外界也认为了 自从2022年的3月以来 联准会共升息11次 合计21码 当然很有空间降 反观台湾在疫情后仅升息三码半 每一码都米足珍贵 就算降息也要省着用 除非出现明确的经济衰退迅后 否则目前是不会贸然的降息 以上就是这一节的退播资讯 ROMER5R马上带你关心了 半导体AI大热也为全球似乎带来了前朝 超会知心长苏之锋就说了 他由衷地相信AI会影响每个人的生活 这才刚刚开始而已 全世界才刚开始体会到AI的潜力 他说了 未来十年内一般人不再问AI的投资报酬率是多少 反而AI会成为生活中的重要部分 便及商业领域到教育乃至于医疗 他还预期了到了2027年的时候 AI加速器的运算市场将达到4000亿美元 不过谈到跟回答的竞争关系的时候 他就说了 在火红的半导体业不会只有一家独大的情形 不过如今半导体跟AI是真的很夯 像是日本全国的平均电价 平均地价比去年上涨了1.4% 连续第三年上涨 而这个上升的趋势 不仅在大都市地区 在偏远地区 还有旅游目的地也都是如此的 除了受移民欢迎的就是冲神县之外 地价涨幅最高的 还有正在新建半导体工厂的 北海道跟熊本县了 在前三名增幅最高的当中 第三位就是北海道的千岁市 荣丁武丁牧了 成长了23.5% 就是因为国产间断的半导体的工厂 正在建设当中 员工的住房需求也不断的增加 而瑞银集团也公布了 2024年全球财富报告的预测 可以看到由于AI热潮 带动台湾半导体业的蓬勃发展 再加上受贿与富豪的移入 台湾的百万美元富豪人数 将从去年的79万人 到2028年会大增47%到116万人 政府在报告中研究了56国当中 我们台湾是第一名的 至于去年台湾民众财富的中位数 则为11万美元 韩美朝鲜报日报就分析了 台湾半导体跟AI产业的蓬勃发展 正在重塑台湾的经济 金元代工厂的龙头 也就是台积电 正在推动台湾的薪资 房地产还有个人财富成长 使得台湾的人均GDP 都可以超出了韩国 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报告也指出了 台湾的人均GDP逐年上升 预计今年将会达到34,430美元 超过了韩国的34,160美元 不过韩国在2003年曾经超过台湾的人均GDP 但是自从2023年以来 随着台湾在半导体跟AI的供应链中占据了主导的地位 台湾的人均GDP已在2022年重新的超越了韩国了 不过近年来随着美国对中国的制裁加剧 半导体供应链开始进一步的向台湾转移 美国从中国进口半导体的占比也大幅的下降了 台湾则是不断的增加 2022年底开始的生成式AI热潮 更进一步的推动了台湾伺服器跟运算相关公司的需求了 而美国的恒理环球顾问公司也分析了 他们说目前全球共29,350个人 拥有1亿美元或以上的流动可投资的资产 其中最新报告就列举了 全球前50座主要城市当中 纽约以744人排名第一 而台北则是排名第39名 报告还解除了展望到2040年 台北拥有1亿美元或以上的流动可投资资产的人 预计将会增长超过150% 也可以看到了半导体跟AI热潮 如今是真的真的非常旺了 以上就是这一节的推播资讯 第39名